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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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公爷 你也坐 方上请 朕是听说你身体欠安 所以朕特意过来探望探望你 怎么样最近 吃了点草药 好多了 不过我看你还是大不如从前了 你看头发也白了 气色也不大好 草民只是受了点风寒 并无大碍 不过朕要说你 到了你和朕这把年纪 这个身体可马虎不得 皇上如此关心草民的身体 草民心中不安 心中不安 你这倒是说了实话了 大概刘先生早就知道朕要来跟你算账的 不知皇上要找刘先生算什么 我公爷 刘先生还没急 你着什么急 老臣多嘴 请皇上见谅 还请皇上明示 刘爱卿聪明过世 怎么今天装起糊涂来了 糊涂了 糊涂了 皇上 刘先生 当初朕恩准你回乡 可是你呢 竟然不辞而别 偷偷地溜走了 都不给朕一个送行的机会 你说这个账该不该算呢 啊 皇上说的是这件事啊 六某当年辞官就是一介草民了 既然是草民 岂敢惊承皇上 岂敢惊扰皇上是以不思而别 不管是什么理由 这笔账朕是一定要跟你算的 啊 今天 朕为你设宴 就是祝你身体康健 这些天来 草民在宫中给皇上添了不少麻烦 草民在这儿谢过了 朕可是说过了 要连罚你三大杯 来 草民虽不胜茧历 皇上盛茧不可不合 好 刘先生 你看看 转眼之间你我都老了 这个酒是喝一杯少一杯 草民祝愿皇上万寿无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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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期咱们这个账就一笔都勾销了 这么说 喝了这杯酒 皇上就让草民回家了 不 既来之色安之 是吗 先生到了宫中 至少也要住上三两个月 陪朕好好聊聊 皇上日理万机 草民在宫中 只怕给皇上添麻烦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我是谁 是老兄弟了 我们不说这些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那 皇上 草民恭敬不如从命 爹 你就别担这个心了 刘先生到宫中有些日子了 不知他在宫中调养得怎么样了 荒恩浩荡 自然是够得受用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怎么就觉得 他这一去是凶刀极少 爹 何出此言 大哥 你怎么还没明白 皇上出去一个个朝中老臣 他刘伯温能幸免吗 你是说皇上要出去刘伯温 不止是刘伯温 我看爹的处境也很危险 曾寿说的有几分道理 常言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爹 做何打算 这样吧 我听说燕王来报 北渊又在我边境蠢蠢欲动 似有竞犯我大明的企图 明日早朝我就向皇上起奏 由我领兵北上讨伐北渊 爹这一集圣庙 北平是燕王的领地 爹到了那儿 既可以避一避朝廷的事实非非 又可见一见大姐 这真是两全其美 万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位爱卿都请平身 谢皇上 启禀皇上 老臣得知燕王急报 北渊陈兵数十万 企图进犯我大明 军情紧急 关于这件事情 朕已经知道 朕正想召集各个爱卿来商议此事 老臣同管北方军务 对那儿的军情最为熟知 今日特奏请皇上 老臣愿赶赴边关讨伐北渊 以保朝廷安宁 使朝廷无忧 国公爷年岁已高 仍在为国家分忧 朕应该谢谢你 老臣不敢 老臣请皇上恩准 国公爷的心情朕自然理解 不过你的身体正是非常担心的 国公爷乃国家功臣应当保重身体为要 臣奏醒朝廷 另选将帅前往 是啊 国公爷 国公爷 这么多人都苦苦的挽留你 你就不要去了 皇上 好 老臣在漠北布防已有十年 各路将领攻防战术 老臣熟知于心 不是老臣夸口 此次军务非老臣亲往不可 既然国公爷如此苦苦恳求 好吧 那朕就只有准奏了 谢皇上 好 好 爹 爹 孩子 你又要出征了 爹一生戎马空走 没有长大心里难受呢 爹 你别说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京城 别瞎想 妈 爹最大的憨事 就是把你守得太美丽太聪慧了 爹 你不要为我担心 这皇公 挺好的 女儿 也习惯了 孩子 好自珍重吧 爹 你要是到了北平 替我向大姐和燕王问好 就说妙仪想他们 我会的 爹 让女儿送你一程吧 走 徐达呀徐达 你跟朕交情最久 因此你也最知道朕想些什么 所以你现在是想溜了 朕虽然不能亲自去送他 但是为了表彰他对朕的忠心 朕特备了一份厚礼赐给魏国公 你表示朕的一点心意 奴才明白 奴才这就去 嗯 这份厚礼 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让魏国公务必地收下 是 皇上